你看到香港的女飛魚何思培在奧運200米自由泳為香港拿了一面銀牌 如果有留意我的頻道或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之前我上載了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是有關何思培怎樣拿銀牌的影片 這條影片我都知道會中這條版權 我很小心,刪除了,肯定要刪除了這個盈利 現在中版權不止,多數都是黃標 現在不是黃標那麼簡單,是紅標 你知道現在Youtube上出現了一個紅標嗎? 黃標你都可以看到,但沒有廣告 沒有限制廣告在這條影片出 紅標上了影片也不能出 之前我中過紅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我中過紅標是說粗口說得厲害 所以中了紅標,連影片也看不到 所以有些網友問我為何說少了粗口呢?就是這個原因 說粗口說得厲害,會中紅標,其次就是黃標 黃標老實說,你沒有什麼收入,沒問題的 你都可以看到片 現在你看看Youtube上面的規矩 它不知如何規矩,很混亂的 如果你看完聲明,你跟著來做是一樣中黃標的 所以為什麼我有時說話會斷斷續續的就是這個原因 你看看一件事情,其實現在版權裡面 你看看Youtube上面,很多人都是上載的影片是別人的東西來的 譬如音樂影片,但他仍然有廣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原創作者上載的影片 但他那些上載的影片,有音樂那些就不是一個歌手的 很多歌手的,他都沒有問題的 你看看現在網上的生態裡面 你看到很多人,很多人改變了一個語調 其實好像我來說,其實我不怕中共的 我怕Google的 因為你紅標中了很多,隨時連這個帳戶都被封了 你看回現在奧運的消息 你看看奧運,經常都說 奧運運動的嘛 運動員,奧運會 不用說了,現在是肯定的商業的啦 商業 你看回現在,如果在網上 你看回傳統電視才看到這些奧運的那些影片 在網上,在Youtube上面,特別在Youtube上面 如果你看到這些奧運影片,如果出到 我想好快都被封的啦 所以之前我中了紅標的所有影片 都是刪除了的,所以有些片是看不到的 為什麼有些片呢?為什麼會有些時間呢? 為什麼會有些時間呢? 為什麼會有些時間呢? 才會出到呢? 就是因為紅標出不到,就要刪除了 所以跟大家說回這件事情先 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 謝謝 謝謝